好我们来看看台中文这位老歌王 他就靠着赛哥 他滚出了数十亿身价 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们全世界 最爱拨分教的就是我们台湾 每一次拨分教 就创作一个千万的富翁 所以刚才慧明说 近年好像创造出来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有够多 如果说到歌王 就是分教王 就是我们台中一个张董事长 张董事长 为什么我们都叫他分教王呢 因为他只有歌社里面 有KBTV的分教 数十亿 什么叫KBTV 就是比利时皇家赛哥协会认证 这是歌王 哦 有那个血統 所以他只有那个血統 买回歌王生出来的 他的歌子和歌孙 带他很多种就对了 所以说在台中 那时候说到歌王 没人没力 大家叫他分教兴 因为他本来他的分教兴是设在台中的国际兴的顶楼 所以有人叫他是国际兴的 所以在台中只要把分教大家都没了 因为他对起分教 他跟那个帮分教他很有概念 他的概念跟人们不一样 他发现说欧洲比赛的歌王出来而已 马上飞机接着走就买回 一家分教王三百万的台票 在二三十年前三百万可能台中的那个饭桌 我们买五六斤 我们买回来 而且在1996年到2000空一年 所有的歌王都买买去 甚至很多人说 分教兴 我也买买去都买买了 都整个买买了 所以他只有那个歌王 申出来的有血統的童子和孙 我们三十二三十贤 他的童子里面 冠冠的有四贤 阿冠的三贤 第三名的两贤 第四名的一贤 我算算的高贤几十贤 你敢想说有这种配备 在台湾是分教的找不到第二贤 而且人家很聪明 他分教探紧了 他开始到处放地上 开始做酒店 开始都进去做电丸 申讯都放款 所以他黑白的都很会通的 只有在七贤里面 土地几十贤 只有土地的资金 租人的资金 一家月都超过一百万 所以有人说他心价 不认为他带四个太太 带四个太太 你保证身价很高 看母就知道 因为你逼车不厉 逼母你带一个 你这个错误价值观 你不认为我 你会有滚了百万 也没怎么带两个 要有体力 要有这不行 带四个 但是他所有的帮第三者 有的没有的 都原配的狗子 他的狗子 帮他打电 结果 我们有一天 他们的狗子 将他三十几个土地 突然之间 怎么不知不觉 变成他的名书 不经过他们的老婆 当然两个狗子 对付公堂 但是不管怎样 你知道他在那个 我们的狗子里面 他的狗色 多少六千白 只分交在大的六千白 而且起到有点赞 那里面的分交图 都有点漂亮 所以说 这真的有狗王 所以我们在台湾 真的有那些暴斗 所以这个狗王跟他儿子打官司 那个土地有要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要回来 没有要回来 不过你就知道 因为他从狗子起家 然后到开拓他的其他的事业 能够赚超过三十亿 你就知道不容易了